国内疫情时好时坏 不少经济领域复工无期 副首相拿多斯里伊斯迈·沙比利透露 政府正在考虑松绑 让停摆的企业或工厂恢复运作 其中一项条件就是八成的员工 已经注射两剂疫苗 伊斯迈·沙比利下午见证发码集团 交付最后一批科兴疫苗 给卫生部的时候指出 复工还有其他几项条件 包括定期进行新冠病毒筛检 但是一切还在讨论中 不久之后就会正式宣布 另一方面发码集团获准 从这个月开始 向州政府本地私人机构 关联公司和关联投资公司 出售1400万剂科兴疫苗 可是这些订单必须获得 新冠疫苗特委会的批准